好 各位粉丝们 找一锅修手机没毛病 这是一个广系老铁机修红名乌特发朋友 动水还修不开机的 然后前两天也发过段子 也检测过 它是主板电流一抖一抖的不开机 然后从后盖口看出是动水机 但是听客户粉丝说 刚刚水石还可以用 后面用了几天就不开机了 就不正常了 但我们把这个两个屏蔽照拿掉 首先因为它这边有个电影 大电影 这个是给CPU供电的 然后这边还有个也是个小电影 然后根据屏蔽照 这个位置有点变形 这里有一点凹陷 细节很重要 然后接下来我们对这个电影进行一个更换 让我测量到 这个有两个电容是短路的 短路的 我们先把电影更换一下 我们从显微镜看 也可以看到 看到这个电影 可以看到 这个电影感觉有点烧过的痕迹 像烧了一样的痕迹 有点发黄的感觉 好 接下来我们对这个电影进行一个更换 这个我们把损坏的这个芯片 MT6360P 这个芯片的型号 取下 我们准备一个新的更换 芯片一看就好了 我们降一下温 刷洗一下 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开机 充电量0.9万 说明它这个手机 看看 看 不好开机 要不然开机看一下 手机能不能开机 看看充电灯还亮 充电灯还亮 我们对这个手机进行开机看一下 转键一下开机键 一个人不好操作 手机已经在开机了 现在这个灯更亮 还是0.9 0.6 因为它这个电锁测量的 4.F应该满了 CPU也在发烫了 CPU在发烫了 说明主管在开机 屏幕不显示 但是基于我的经验维修 红米Note8有个通病 它摔了以后 它不显示 它这个螺丝柱里会断线 断线导致以后不显示 开机不显示 现在CPU很烫 说明CPU已经完全工作了 屏幕不显示 但是这个不是屏幕的问题 我拿下来看一下 因为 后面我换电眼以后不行 开机 能开机了 但是还是不显示 我发现 我仔细观察 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位置摔了断线了 看到没有 断线了 这个是小米的 红米Note8的通病 只要这个脚断掉 它是开机不显示的 因为它刚好弯起的位置 刚好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刚好它就断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它开始摔的时候 能正常使用 后面就不就坏 就不显示了 其实它是不是 它这里是坏的 它这里断线了 导致不开机不显示 现在我们把它刮开来 我们把它刮骨牢上 我们对这个线路进行一个飞线 飞线 我们再看一下 看一下它已经断了 但是可能下面下层还有 这个下层还有 它有线路 我发现这个黄米Note8的板层射击太垃圾了 以前我就学过这问题 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把上面飞起来看一下能不能显示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已经 现在看得更清楚了 我看到 它这个现在断了 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已经飞好线了 然后现在再来测试一下 如果还不行的话 可能会射击到斑板 因为它这个断了好几层了 这个射击太那种了 这个板层走线怎么会从Gloss口呢 这个一摔 这个又 又是被切口 容易断 好 飞好线以后 然后还是不显示 一样的不显示 充电不显示 说明它下面还有线路 还要继续挖 继续接 那这个挖不了上了 这个很多是不注意这个细节 因为这个以前我修过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挖吧 我们再看一下又挖到第二层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层的线 也是断的 也是断的 我们说实 如果下面还有线路的话 那这个有点糟糕 接下来把第二层也接下来 然后再测试 第二层第一层都要测试 下面四条 上面四条 那这一步我们把第一层的线已经飞好了 我们再想一想观察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我用的线比较粗 粗一点好一点 然后我们打点内油在上面固化一下 固化一下 然后接上面四根线 就可以东西测试了 好了 我们可以有一根图上的 我们用紫光灯固化一下 这个 这款手机啊 手机锅 就是这个扯了以后 因为它刚好弯的地方 刚好是螺丝路的地方 螺丝路 这容易 你翻到它就会容易坏掉 这个是红米Note 8设计的一个切线 刚好把那个线路往螺丝路下面走 希望它只是断了两层吧 下面不要断 下面如果再断的话就有点老火了 有点可能最后觉得不好接的话就能慢慢的 好 我们固化好 我们再飞上一层 好 这个第二层的线我们已经也飞好了啊 我们看一下 点位价看 光看一下 我会看到啊 然后飞了四根旗袍线啊 我们这个旗袍线尽量不要拉得太直啊 因为拉得直的话 下次万一又摔到了一下啊 被野到这个螺丝柱的话 它就容易二次断线啊 二次断线啊 这个是我们尽量给它飞 给它一个回火啊 不能让它 直接拉扯 然后这个是作为一个维修室必须想到的后果啊 必须 必须要 一方的啊 然后 这个线是比较细的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这个我用的都是有点粗一点的啊 这个更方便 更老一点啊 好 接下来我们 还是涂上黑油啊 然后固化一下 装机测试 黑油一涂好 我们再次固化 这块板也三十个通病了啊 这个是 这小米谁谁的设计师 是这样设计的啊 有点 设计当时 有点那种啊 有点草率 刚好设计在螺蛳孔的这个地方啊 大家都知道螺蛳孔是很不耐摔的 稍微弯一下啊 就会解断的 好 这个我们固化好了 我们再想办法加工一下 加工一下 好 待会就装机测试了 这个我们已经把那个线集好啊 然后我们大体装机测试一下 我们现在短接开机线 这个一直是一个人不好 排弹子都不这么方便 我们短接一下啊 这个手机开机是没震动的 好 我们先充个电视一下啊 充个电视一下 充电屏幕会亮啊 就 我们看到充电灯会亮啊 充灯会亮 然后我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屏幕啊 屏幕也亮了 屏幕也亮了啊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再 也充电也可以充电 90%电有点满啊 然后充电电有0.7啊 它因为电台要满了 然后我们开机看一下啊 开机 短接开机键看一下 好 我们短接开机键以后 现在手机再开机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手机 能不能进系统啊 刚才是要进系统啊 它这个屏幕也快摔掉下来了啊 它这个框 有点弯 已经进系统了啊 非常的完美啊 打没你啊 触摸也正常啊 触摸也正常 触摸正常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 密码看一下啊 解锁密码 119425 119425 好 手机也进入系统啊 然后我们测试一下触摸啊 触摸 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测试一下其他的啊 看一下WiFi能不能打开 也可以打开 WiFi正常 因为没装筐里面 它幸好有点差啊 其他的都正常 其他的只能装机测试了啊 然后这个手机 因为它这个就是因为 水平温度过高啊 这个没有 它这个没有那种啊 没有做那个降温那个 所以它就会显示温度过高 然后另外它这个光号摔的 摔的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刚好是主办 主办这边的位置啊 它这个筐只能也断了 还有这边 这边也断了 只能更换了 它这个如果再不更换的话 下次摔 压到或者挤到或者轻摔到都会坏了 这里又会断掉 飞的现象又会断掉 这个这个狂舍换的啊 基本上换了更保险 换了以后 后期使用更稳定啊 它就不会再容易摔坏 只要不中摔的话就不会坏啊 然后我们再更换 等会里它银色的 白色的 请更换啊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啊 说明这个固扬就完美直接了 这个视频拍摄不易啊 老板们给个双机啊 感谢支持 也要修手机啊 不管中摔金水 高品的啊 换外品都可以 发不了维修啊 那个毒液有点微 可以加小双机关注666 我们最后再看一遍啊 整体的效果全部搞好了啊 然后我们收密码看一下啊 119425 现在全部搞定了啊 触摸没问题啊 全部拍照录像打电话 那些都是了没问题啊 然后它这个 后盖啊后盖 然后就正在拍机 然后灯框也换了 它这个灯框 很多地方断了 这里也断了 然后这个位置也断了 我们看到什么断了 这个不能再使用 这个主管对主管二次伤害啊 然后结果发现这排线也是坏的啊 结果发现就好没声音 没震动 下面都用不了 结果是这里 这里坏了 啊这这边坏了啊 看到没有 这边坏了 这边变形了啊 这边断了一边了 然后现在花里跟排线环面 全部搞定 那这个马上得把贴发货 这种颜色其实也挺好看的啊 他就卡托啊 在他手上他自己 回去装一下卡托 感谢支持 感谢关注